大家好 我是李國慶 今天輪到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市 今天的市場相對比較悶 我們昨天升上去 今天最高見過22355點 創了今年新高 但收的時候輕微下跌了 21點收22249點 這個微跌可以說是升上去 浪到高位上高視之為整固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不再跌穿前浪頂高位 前浪頂高位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是22149 我們試2150 記住不再跌穿 我們就不用怕 好 國企指數今天實際上是升市 雖然在上高我們陰陽足圖看到是陰燭 不過還是升了35點 曾經挑戰10,098區前浪頂 最高升至最高10,098 後市點估計會反覆上升 為何國企會看得更好 主要原因是中資股受內地影響比較大 我們看看上升指數 昨天一支大洋燭升上來之後 今天輕微回吐了兩點 即是正在做一個整固期 現在短期當然 大家知道受制2050區左右 2040到2050之間 上高下一步我們看過阻力是2150區 其實實際上是2145 我們當為2150區 升破這裏真是好 記住 上正指數現在只是山腳 跌下來 我們記住一句詩 很簡單 就是 不怕遠征難 慢山作等限 我們現在好像爬山一樣 很多座山 我們現在是山腳 慢慢爬上去 有時間爬 所以不會一下子就爬完 今天要和大家看的焦點板塊 第一是內銀 不過不是四大內銀 昨天在今日的報章 我寫過 其實已經轉了第二個 現在是一個當經濟好 四大內銀在上個月 開始已經一路慢慢衝上去 現在輪到什麼 小型內銀走得快點 兩隻股 一隻招行 一隻文行 你見到如果招行和文行 這兩個圖都是很漂亮的 頭肩底形態 梁度升幅 至梁度還未完 在圖片上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現在梁度升幅是多少 另外第二個板塊 就是持續上升的 就是基建板塊 大家看到 鐵路基建股 兩隻 一隻中鐵 一隻中鐵 兩隻都是持續創一年新高的 這兩個板塊 都足夠大家還一段時間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有一點 似乎 有一點 木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